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现在是 这个电影有什么 有三个版本 2D的 3D的 传统版本 但还有一个EMAX 3D IMAX那种 大的应该看 违环那个应该看那个 但那个听说一个月前订版了 在香港 对对对 因为那个票都订的 有的人就是不看别的 就是说我哪怕我等一个月的票 我也要看那个EMAX那个版本 那个3D 好家伙 不过这个片 这个西洋大片 你一看真的是 这大片 这是从我们的中国观众角度来看 你真的一边看一边就开探 是吧 怪不得你就 最牛钉子户 宇宙最牛钉子户 他闻道还说呢 对这个片 我跟你讲 两岸三地解读不同 这个片 因为它那个框架很丰富 它能够容许各种的人都能够同情共感的投射这句 比如说香港最近出一件事 其实香港也要建高铁了嘛 那这个高铁呢 要经过一个村子 一个农村 要把整个村牵走 那个村呢 是很漂亮的 而且我也支持他们的 那结果我们就反对拆那条村 要高铁让路 结果这个政府啊 商人都说 哎呀 要发展啊 这个赚钱啊 利益多好 拼命要拆人家走 结果呢 香港一群年轻人呢 就去捍卫这个村民 然后帮他们呢 办了一场这个筹款晚会 这个筹款晚会就是包了一整个戏院 播阿凡达 然后呢 那些年轻人都是80后啊 香港那么80后很猛 一边看一片哭出了 而且你这么说 我真的觉得是这个哥本哈根峰会 要是播这个阿凡达当开幕电影 他们就不会达不成协议 因为你知道吗 我看到这个电影让我看到啊 就作为大众文艺的商业电影还好 这个大片也好 它的这个社会教化功能 他怎么做到政治正确 我觉得这也是艺术 不是政治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艺术上做的太成功了之后啊 会产生这种情感导向的作用 比如说啊 我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啊 我就觉得是怎么影响 就像当年我们那些革命电影影响我们的世界观一样 我看了这个电影之后 从此以后啊 我对所有砍伐森林的这个现象 污染环境的现象就憎恨 就是因为这个电影 因为这个电影它弄得那么美 你看哈 它两部分呢 前半部分 它是这种奇幻科技造成的那个 大自然的那个美啊 正因为那么美 到后来被破坏 哎呦 我是看的就入戏到这个程度 我真不希望它电影情节后来编呢 会把那个树给炸了 但是它就把那个树给炸了 我就说怎么不能炸的树 你看这就说明这个电影 它这个艺术上成功的 把你都爱上里边的这个自然环境 那个戏我昨天在看的时候 看到一半了 就看到那个人了 去饰演那个阿凡达 就混进去那个角色 它混了几天之后 你就已经开始感觉到 哎呀 当那个纳维新人啊 还比当人要好 没错 比如说像他们用那个便 去接那个马 他那种想法 USB 对 USB 但那个其实是很印第安人 也很东北萨满教的那种想法 就萨满教 包括印第安人 从来就相信 人跟万物是能够这么感通的 是整个一个能量 是个大的一个能量网 然后所以呢 印第安猎人 包括已经中国东北的猎人 也是杀了一个动物啊 他不缠杀 一刀 好猎人是一刀 尽量减少 不要让他痛 这是你的兄弟 让他上了路了之后 你还得跟他说话 说这个迟早有天 我也会这么上路的 说我们是个能量里面的循环 所以他有一种 很朴素的这种宗教观念啊 但是用一个高科技的东西 去把它排出来 徐老师看了吗 我发现他是贯彻毛主席思想的 我发现他就是一个正义 我告诉你啊 战争有正义战争 跟非正义战争 你看到吗 当他们最后打的时候 你觉得人类这一边是非正义的 动物这边 叫阿凡达这一边是正义的 你看你无形当中 那为什么正义呢 他建立在三个基础 第一他保卫自己的家园 第二他的生活方式比你更善良 第三他是被动的 他是被打 他是反抗的 这三个因素就跟地雷战 地道战 所以为什么你会感动 原来过去我们人民战争的 那么多片子 之所以能够感动 都是保卫性的 感动到后来杀鬼子 不当人杀 在这里边 在他打的最厉害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理智的盟 觉得很可怕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人站在动物的这边 在杀人 他不是动物那边 他是另一种人 人站在另一种人 人类中心 人站在另一种人那边 来杀自己的同类 那是事实吧 对不对 但是就像你们一样 我们都站在他这边 为什么 因为另一种人 就算你是异类吧 就算以前讲鬼子吧 是鬼吧 他比你更像人 他活得比你更像人 所以他有理由 来背叛你原来的认同 原来的社群 原来的国家 甚至于 所以这一个 其实挑战挺大的 你这个被感动的时候 你仔细想想 他回过头来杀自己人 因为他这个东西 其实你们想过 那个男主角 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个汉奸 对啊 仔细这么想 你们假想过 不是汉奸 就是人间 我上课教过这个 我以前教书的时候 教同学 当然是思想实验 假想啊 我跟他们说 假设有一天 我们国家 假设侵略别人 你站不住 而且人家那里呢 是非常善良的 假如我们真的有一天 发动侵略战争 不知道为什么啊 那你愿不愿意去捍卫 那个被侵略者 你站在哪边 这个就是说看出啊 有普世价值观来了 是吧 你比如说好比说这个 你咱就说美国 那个时候是911之后吗 不是到时代杂志 还是什么杂志 封面登出几个女的 就他们好像本身 就是FBI的 但是FBI因为做了 不公义的事情 他们举报FBI 对 那么对于FBI来说 你就是叛徒啊 对 对吧 你就是你就是F奸啊 是吧 他当然对美国人来说 最直接唤起他们的是 他们对印第安人的原罪 对 就是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当初就是这样夺取了印第安人的新大陆 当然虽然现在这个反省也是以高科技的形式推行的 我们现在是以高科技的形式 3D片的形式 因为他讲外星嘛 3D片的形式来反省一个文明对于过去的这个 不过中国人现在第一感兴趣的就是丁字户 对不对 他在这个拆迁这个问题很大 但是这部片子提醒我们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才可以说你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这个是非常强 你看他里面要有几个条件 第一 这批人一直生活在那里 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 他除了那里没别的地方 他不是后来搬去的 第二 他爱护那个地方 第二 他不仅靠那里生活 物质上靠那里生活 他精神上 他宗教上跟那个地方相联系 对不对 他特别表现他那些树啊 他们的整个中 他不仅是靠那里吃东西 他是整个宗教上在那里 第三 他特别爱护他跟这个地方 所有生活的最非常和谐 所谓和谐社会 你要推回来 我们现在投入进去的丁子户 你仔细想想 你知道按照中国的土地法 没有人拥有土地 对啊 你所拥有的 不过是国家土地上的 一个你私人占有几十年的 一个财产而已 所以这个放到更大来说 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是说后知名主义以后更大的 什么情况下 你才可以说 这个土地是由你住在上面的人 来决定你的主权的 你辫子上 必有那个上网的东西 还能说明 没这玩意儿 财前大队来 你能上网吗 你能上网吗 有尾巴吗 有尾巴吗 你没尾巴吗 就像文道说的这个 他有哲学的 对 他是一个整个星球 很原始的一种宗教 网络系统 随处上网 对吧 神话系统 那边本来就是那俩人这个做爱的时候 你说我还当当 他会头发尖尾巴尖一块 肯定我国语导演啊 肯定也这么想了 但是后来他大概想了想 不能真这样 真这样可能就会笑场 没那么浪漫 因为你们说俩人咱们俩 拿辫子来 强强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没 Cai 其实震撼的还是这个 就你们刚才讲的什么宗教哲学 我告诉你 如果你到世纪大台讲堂上讲讲这个 这观众连阿凡达的一分之一都没有 对吗 关键还是在于他这种不管什么思想 个公义 这个公义能做到 我现在能够理解 为什么你知道中国人自个儿 就是网上都说阿凡达一来 国产片全闪都躲开了 然后中国导演陆川在博客里讲 说中国电影人集体完败 其实我能理解 他是刚看完电影 他那种心情 说出这种多余的话 其实根本中国电影跟美国电影 没这个电影 你也不是一回事 对吧 但是 就是说 不 不是 我说不是一回事 不是说你你就一定不行 我说商业片上是 完全两个概念 但是这个导演老实跟你讲 他是有点气人的 我觉得这是个里程碑意义上的电影技术 就是说他这一步跨得太远了 我刚看完这个电影之后 我都感觉啊 我怕我以后再看电影都觉得像是平面的 你知道吗 以后的导演你怎么拍大片 谁是最大的获益者吧 就是现在在研发3D电视的这些商人 他这个跟美国人当初把香烟 给我们那个抽水烟带的老头 抽是一个道理 然后你上了营以后 现在很多场都在研发3D 他这个电影这样的电影多了以后 这就本杰明说的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 你将来的这个家里 你就会想换大的3D的电视机 你已经可以 从这个电影 你就看到啊 十年二十年以后 在戏院看戏 人们的观影经验的这种新的改变 但是我感觉小啊 我感觉戴上眼镜了以后就 这个电影 这个荧幕就不够大 我坐在一个其实很好的位置 平常这个位置是最好的 其实我发现看这个电影 你得坐在前五排去 我跟你讲 徐老师 这跟你解释啊 为什么上电视的人脸都显得宽 对 一立体了就没那么宽 对吧 一立体了 你会觉得稍窄一点 因为就更真实 他有这个面了 对 这个面了 平面的东西啊 为什么那些个性拼了命减肥 就是因为他的脸要是适中 他上电视都占满屏幕呢 对 所以呢 而且我想说的是这种西方大片 由于美国大片跟我们大片的分别 从这个戏啊 你这个分得很清楚 像这个甘美龙啊 Tameron 他根本是个拍商业片的导演嘛 拍E纪 泰坦尼克号 然后现在拍这个 西方的这种主流商业电影 它的价值观啊 多半都是很正的 是很主流的价值观 他把握的很准的 对 而这种主流价值观呢 就是过去人家常批评 美国利用他们的电影 在宣扬什么西方普世价值观 但是问题是啊 你没办法 你比如说中国观众看 你会同情谁呢 你肯定也是认同他这个价值观的 你不可能就说哎呀人类干的都要发展是硬道理啊 所以要猜你就猜你嘛 你不猜怎么发展呢 我这是贪官的逻辑 所以啊从这个好莱坞电影的商业的这个谋划当中啊 你都能看得出来啊 他有一些是放置四海而皆准的东西 要不然电影怎么能大卖全球呢 我相信对这个电影 任何一国的政府 任何一国的什么 你也不会进 你也不会说什么 但是你们千万记住千万记住 他里面宣扬的一个核心观念 就是住在这个地方的人 对这个土地有所有权 这个概念 其实是非常近现代的 这是殖民主义以后的 你要知道在这之前 对大英帝国来讲 对很多国家来讲 什么东西先进文化 我就能占有这个地方 比方说你这个地方的人生活的很穷 我可以帮助你们生活的好 我就可以占用这个地方 美国过去圈地运动嘛 就先到先得 对 我踩在这片地上了 这只是西方观念 对 因为中国也好 美洲也好 非洲也好 所有原住民啊 都有很强烈的土地归属感的 但是非常强烈 但是没变得上往 你就不是这儿的主人 但中国也不是说你住在这里的人 就是拥有这片土地 中国是皇权 普天之下莫非黄土 谁做了皇帝 你这些土都是我的 打个比方 在三国的时候 以云南的土地 不是云南的人的 我只要征服了你 你就是我王的 对 今天中国某些省的权力 但是农村地啊 可以是千千 几百代都还是那家 还是一家 但是你没有决定权的 你你不要说最简单 你不能独立 没有 你讲这个就讲复杂了 你在讲私有产权观念 但是这个电影也不一定是私有产权观念 对对对 他没有牵涉产权观念 你要讲产权观念很简单嘛 产权是可以交易的嘛 那人类来跟你买啊 你为什么不肯卖 偏要我们来动手呢 我觉得我们来拆迁 你就因为你不肯卖嘛 所以他这不是一个产权观念 我觉得他讲了这个这个卡梅龙 你别看人家商业片的这个导演了 但是人家对人类的这个呼唤了 所以有些人讲 为什么说还是要有诚意啊 这个人呢 即便是商业片不等于算计 还得认真 还得认真 不等于算计 不等于投机 我完全相信这导演也是十年摩一剑 我为什么准备再看一遍 我觉得一遍呢 不够看的 你一遍只是看了个故事情节啊 他很多创造 我感觉到 我现在觉得就是这个 就是人是上帝了 完全创造出一个世界 你们这个整个的森林 电影的主题正在反对人是上帝 我就在这个电影里 卡梅龙啊 这个这些植物 动植物 包括这个造型 他们很多人都说呀 过去我那天还在异形 异形的系列电影 就是他拍的 是吧 你看 主角就是里边的 非常经典 现在他做出的这种人 这种外星人的这种形象 按说某一看是难看的 但是到最后你爱上这个形象 你觉得美 对吧 按说那个那个什么兔子耳朵的 但是你到最后就爱上这形象 USB尾巴 完全是他自己创造出来 而且我我总觉得他呀表达了他很 很深的一种情感 这就理解啊 我们说这个商业大片啊 还真的不是二刀饭 所以就说回刚才我们讲 中国的商业大片 那个分别在哪 比如说看过去几年来 那我们的商业大片有个特点 就是我们很难去正面的宣扬某种 大家都认为是很正的一套价值观 你从英雄开始 然后叶叶 其实集结号已经很好 但问题是集结号呢 还得有点扭着来 有点扭着来 这个集体不可靠 你跟 比如说像他这样 他是很正面的那么在宣扬 曾经有过 曾经有过 比如中国当初一直在演的一个 就立体电影 叫魔术师的奇异 是 珊瑚导演的 是是是 他在那个时代 他宣传那个时代的价值观 很理直气壮 做好人好事 大家学了一封 里面也搞了很多噱头 比方说这个什么 这个喷水枪 不碰到你眼睛来了 搞了很多立体电影的 但是我就不知道 为什么后来这条路 就一直走不下去 这个 多少年前就有 你会被人笑话 我给你讲一件事 就很有意思的 我们今天的情况 我们讲这个十月围城 我前一阵看了 他们对这个陈可欣 一个采访 很好玩 十月围城我们讲 就说明这个 是应该有价值观的 对吗 但是实际上 反倒这种所谓 特别正的价值观 香港人觉得 这很好 我们展望中国的未来 这种台词 陈可欣讲 但是说 往往碰到这种台词 是我们大陆那边的朋友 同事 会觉得 这种台词太傻了 不要说这种台词 但是我们香港人觉得 说这个也很淳朴 你明白吗 就是说 就说出当初孙中山 他们讲的话 我们现在的导演 其实也是人精 才能混成大导演 但是中国大陆人 现在很世故 包括我自己 我都感觉 你在我理直气壮的讲 什么 为了祖国 为了人民 我自己都怕笑场 这说明一个 你是不是也说明 我们现在的这种 这种 怪不得中央台 整天放正气歌呢 是不是这个国家领导 也感觉到这个社会 不够正气 所以你看我们的 吃正气玩 枪枪三圆形广告之后见 你们说像国产片 过去几年 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大片 我们也用很多科技手段 当然这个科技手段 现在在阿凡达面前 就不值一提了 那没法讲 但你看到有几个巧妙的地方 就我们的科技手段 是想用在 比如说战争场面最多 那他这部片呢 战争场面 其实不是他最好看的部分 我觉得 他光是前面描写森林的部分 你就觉得很壮观 对不对 就很美了 那第二个分别呢 就是我们的 就刚才讲那个价值观的问题 我们的价值观 过去几年 你仔细看啊 你不能说他不对 你能说他这个电影 如果是小众电影 那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的电影主题 讲乱伦啊 宫廷权斗啊 这种东西 你很难想象 他得是上一票房的大片 这很怪 就过去几年中国电影 我最怪就是 这是大片吗 商业电影怎么会 商业电影呢 要何家老小进去看 吃完晚饭 大家一起看 吃完晚饭 吃完晚饭 看完以后 各有各的心情舒畅 对 每个人心情舒畅 你不能说一样 你不能看半天 哎呦乱了 你不能看完之后 以后公公跟儿媳妇 没法一路过带着 一出来又有两人演员 这很诡异 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看我们大片的这个题材 他们是个大片 像你们刚才讲 我跟你说 都是着了大陆人的 这个磨了这些年 大陆人啊 心思复杂了 心思复杂了 你看徐老师 刚才那些分析 就说明心思太复杂 可是你知道吗 徐老师 我昨天晚上 看的很多影评啊 无一不都是在 涌探这个片子的纯真 就说为什么 我们现在大陆电影 看不到这么一些 就像纯真的 像儿童片 你发现没有 很纯真的 就是美丽的 破坏它 我们要保护它 然后年轻人的相爱 那是因为 它延续着 这个所谓 各种个人类 各种神话 这个普罗普 以前有分析的 所有俄罗斯的神话 跟全世界的神话 都有相通的地方 你看 它进去以后 一下子就碰到 这个皇帝的女儿 对 它主在一个 王子的身份 还有呢 它会得到一个 特别的保护 你看 它有一个特别的 那个红的那个鸟 以这个东西来证实 它的身份 这些的基本的西方童话 包括中国童话 一直存在的因素 无形当中在打通了 你身上的人文脉络 可是贾老师 政治学可以解析一切 但是我跟你说 要是这是文艺类型学 讲这个民俗分析 但是换一个中国导演 把你刚才说的 原书都拍上 也不一定会受换 金庸都可以这样来解释 对 而且就是说 它这个东西 还是我觉得 用一个什么形式 表达出来 我就说创造新世界 这么一新世界 你知道他们讲 这个技术里面 有个很关键的东西 叫表情捕捉 表情捕捉技术 就是说你这个演员 你的表情 拿过来 在他脸上变得行 原来说 你这个演员